新冠肺炎爆发至今两年多重创全球都还没打赢疫情这场仗 近日就在爆发泪天花的传染性病毒 Monkeypox 猴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猴豆与过去在天花病人身上所观察到的症状相似 但临床严重程度较轻 目前猴豆已经扩散到全球13个国家 累积近100起病例 其中包含美国纽约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跟有症状病例出现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中 正在发生人传人的情况 猴豆病毒跟天花病毒一样 都属于症状病毒的一种 是一种罕见的人畜共通传染病 一般人感染后发病期约0到5天会出现发热 剧烈头痛 淋巴结肿大 背痛 肌肉痛 重度疲乏 精神不正等等 皮疹期会在发热后1到3天出现不同阶段的皮疹 经常从面部开始再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皮疹的变化从班球疹到小水泡 浓泡 大约在10天后结痂 约三周后结痂才能完全消失 此外病变数量从几个到几千个不等 会影响口腔黏膜 生殖器 结膜和角膜 目前猴豆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 但可以通过预防感染来控制爆发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天花疫苗对于猴豆病毒的有效性高达85% 为了避免像新冠肺炎爆发初期一样措手不及 美国已经用1.19亿美金购买天花疫苗Genius准备预防猴豆 而Genius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货币能预防猴豆的疫苗 嗨头条台北综合报道